上天你受不了别人哪种意味 主要是夜夏 因为那个味道比较刺鼻 闻起来很难受 有的时候坐公交 夏天不是比较热 然后那些人一出汗就会有味道 就是汗臭的那种夜夏那种味道 就比方说那个挤公交啊什么的 就会挤挤挤挤 就会那个味道就会很窜鼻 夜夏 就是有一种 因为平时自己也健身嘛 然后那个夜夏出了汗 就会有一种嗖嗖的那个味道 夏天的话就多洗澡 然后喷一点那个 我觉得可以随身带一些那种清爽的喷雾 然后没事喷两下 身上就那种香香的 汗臭 就是那种 就让人特别难受 就怪味儿然后当人不舒服感到不自在 但是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 希望他们勤洗澡多换 就是换洗那种比较 就是那种纯棉的衣服 我主要是夏天的话 我觉得特别受不了的是那个汗味儿 我觉得这种味道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接受不了 夜夏吧我觉得就很臭啊 一般坐公交车会遇到吧 这种就很令人难受 然后空交车又比较 比较空气不流通 然后容易这样夜吐吧 就是夏天嘛 你穿的少觉得很明显 就感觉有点刺鼻 喷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除抽的那种 嗯